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东方课堂 今天我们将给同学讲第五部分 输入输出的管理 也就是IO的管理 这多余 IO就是输入输出 那么这一章 我们上次给同学讲了 在考研我们计算机联考当中 在操作系统部分 它是最后一部分 那么它所占的比例 大约也是在一到两到选择题左右 也就二到四分 当然不排除 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到六分的 这么一个程度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计算机 整体上来讲 它互相之间都是牵扯在一起 都连在一起 所以虽然我们说 现在是讲的是第五部分 但我们会看到很多题 它实际上是牵扯在一起 很多题 尤其像选择题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 有可能就是四个不同的知识点 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组织的 所以虽然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课程本身的这个体系 来给同学复习的 但大家要融会贯通 用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来使用 好 那么我们接下去来看一下 大纲对这一章的要求 相对来说 这一章的要求比较简单 主要分两个大部分 一个就是Io管理有个概述 基本的概念 然后就是Io核心子系统 也就是Io这个模块 在操作系统里头 它起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和作用 所以也就是下面这几个 比如说Io的调度 Io设备的分配 对吧 回收 然后Io设备跟主机之间的缓冲 等等 另外最后有一个假托机技术 Spaulin 假托机技术 在以前 14年以前 12年修订过一次 13年14年 那次修订过一次 把Io最后有一个出错处理给去掉了 就不需要了 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法考 所以基本上这一章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第一部分 Io管理概述 主要是讲的 就Io设备的一些概念 以及Io设备跟主机的链接方式 包括控制方式 我们说控制方式有四种 对吧 程序查询 中断 DMA和通道 四种方式 然后它的软件分不同的层次 然后它对应的有不同的数据结构 它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一块的内容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 另外 对于实际的操作系统而言 实际的操作系统而言 它的Io差异比较大 我们看到像Windows操作系统的话 Io设备就是Io设备 我们在设备管理器里头能看到对应的Io设备 但是在Unix系统里头 所有的Io设备都是以文件来对待 是一个特殊的文件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怎么能做一个文件呢 它是有个历史的严格 因为对Io设备的访问 我们也是用的跟文件访问相同的系统调用 Open Close Read Write 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的文件 那在系统里头怎么体现出来呢 你不像Windows 它是图形化的图标 给你画个硬盘 你知道是个硬盘 因为那个词底下就是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 然后这里头有设备 Device底下都是设备 那么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来分析 讲解一下 第一部分 第五章的第一部分 就是Io管理的概述 这是我们讲的是 它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重要的知识点 在这个知识点上头 主要给同学 就是要掌握的 要掌握的 就是这么几个Io设备的概念 Io设备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 需要了解 它的控制方式 我们刚才讲了四种 它的机制 对吧 还有它的软件的存次 刨去硬件应该是四存 所以应该还算是 不算太复杂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设备的概念 Io设备 通常我们讲就是计算机的 除了处理器和存储器 存储器特意指的是内存 出力器跟内存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电子设备 那么在冯多伊曼这个体系架构下 这个Io设备要占到五大部分之二 我们叫冯多伊曼体系的计算机 它是有什么 叫控制器 运算器 存储器 以及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所以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在我们这儿放到了一起 因为它的工作机理几乎是相同的 相同 那么Io设备 当然五花帮门很多 你接到计算机系统里头去的时候 对吧 有它功能上的不同 我们说怎么来进行分类 对吧 有的比如说是专门用来做输入的 有的是什么 一些大量的存储的 有的用来通信的 所以它是不一样 就是说从分类上来讲 它是不一样 然后从速度上来讲 差异也非常大 我们通常用的比如说像键盘 键盘的跟主机系统的交互的话 那是很慢 应该说非常慢 那么如果说快一点的话 像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的这种光纤的这种通信设备 那这个都是非常厉害 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在这大体上列了一个表 大家看出来 越往下 它的这个速度越快 你看最慢的就是键盘 最慢的是键盘 键盘的话 我们说每秒钟大概在十个字节 我们讲一个askman或者叫一个扫描码 敲一下扫描码 你敲的快一秒钟敲十个 可以了 你要再快 那你就一秒钟三十个也了不起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它差不多在十个字节左右 当然像鼠标 因为它通过中断 所以可以快一点 一百个字节大概每秒 那如果你打游戏的话 你要能够抢占先机 那我希望这个速度更快一点 打游戏专用的这个鼠标 可以达到150到200个字节每秒 好 那么往下走 各种各样的外部设备很多 像通信设备 像这个调子解调器 56K的调子解调器 那个是我们通过窜口来连接的 对吧 最古老的一种通信方式 还有其他的 我们就不一一说了 像这些设备 我们看得出来 它速度的差异不一样 它的用途不一样 对吧 有的用来做输入输出 像打印机是有输出 对吧 有的是通信的 像猫的话 专门用来通信 我们现在家里都有什么路由器 也是主要是用来做通信 那么像显示器 那最终终端显示 对吧 另外呢 我们说Io设备 它的这个跟主机的接口也不一样 通常接口呢 我们分为两个 一个呢 就是通常所说的这个电器的接口 电器的接口 电器的接口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是串行的还是并行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键盘 键盘跟主机一根电缆线过去 对吧 它里头呢 这个扫描码呀 它是什么 串行过去的 我们串口也是串行的 我们网络网卡 网卡上的其实也是双脚线 也是 一共有四对双脚线 其实也是串行 那并行的呢 对 我们原来打印机用的并口 以及我们接硬盘的像Scarsey 这个口 对吧 这个呢 它是并行的 数据线 位宽很宽 它们呢 各有优缺点 串行的话 当然我们说可以速率做得很高 然后呢 相对通信链路上的资源比较节省 并行可以做的速度更快 但是它会占资源 所以有种种不同 这是我们讲的它的电器的接口 串 并 以及其他的一些特殊的 你比如说光 电 对吧 都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说它接口不同的 就是物理的接口 所谓物理的接口 你比如说 我串口 跟USB口就不能插到一起去 对吧 USB也是一个串行的 双脚线串行的 但是呢 大家都串行的 我不能接到一块去 对吧 因为它的那个接口的形质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是属于它接口的不同 所以IO设备 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而且随着发展 新的设备会层出不穷 还会研发出来 还会有更多 更好的一些设备 那么 通常一个IO设备 通常一个IO设备呢 在跟主机 主机我们通常就是讲的 有处理器跟内存 在链接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是通过总线来链接的 通过总线 那么总线是我们不同的部件 连接到一起的一种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是各自链接 对吧 早些年各自链接 或者用专线链接 无所谓 但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说这个计算机 尤其现在复杂的计算机里头 大概90%都是链接了 所以我们通过总线呢 实际上是利用时空的 利用的不同 把这些设备呢 连接到一起 连到一起 那么连到一起以后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要求 通常IO设备里头呢 通常情况下 它是有哪些东西组存的呢 通常必须有实现数据交换 对吧 我设备你键盘键盘 你怎么也得往里输一个字符啊 你的扫描码 对吧 键盘一般是扫描码 我们在计算机内内存里头 再转换成ASKMA 或者转换成其他的码制 一般它是扫描码 那打印机的话呢 你得输出 你得往里给它输出 相应的这个码 那么不同的打印机 可能码不一样 对吧 我们说 那个 惠普的打印机 对吧 用的是 那个打印的语言 跟三星的打印机用的 可能就不是不一样 那不一样 我计算机 我怎么知道 计算机不需要知道 我们只需要把它的驱动 按上 在驱动里头 它就会进行转了 这是有关数据的 另外呢 我们讲 你这个IO设备是通过总线连到一起的 通过总线连到一起的话呢 你必须要有标识 这个设备必须要有标识 而且呢 你要向主机报告设备的状态 你这个设备 是不是能用 是不是正忙 允许不允许挂载上来 等等 那么 这种技术呢 在现代的这个计算机里头 尤其现代操作系统里头呢 是已经非常普遍的使用 我们有说有个俗话 叫什么 机擦机用 你损失啊 机擦机用 对吧 那这事谁干了 操作系统干 操作系统干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设备 我们有一个规则 告诉你 你说不管什么样的设备 告诉你 你是什么样的 当你接到这个系统上去 比如说我一块插卡 或者我一个USB的一个设备 插到USB口上以后 我们规定好了 你必须向主机 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的地址 报告这个设备的状态 然后主机根据你报告的状态 对你进行配置 等配置完了以后 你一开始标识和报告设备状态 所占用的那个地址和寄存器 就会被转移走 因为下次设备上来 大家还要用啊 对吧 还要用这个地址 那就不要冲突了 所以就会转走 变成新的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device configure 也就是设备配置过程 那么有设备配置功能的总线 你像PCI总线就是可以这样 我们在PCI插槽上插一块卡 那么这块卡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了它占用的地址标识 地址标识和它的状态 报告给主机的时候 它是固定的 主机接到这个报告以后 对它进行配置 配置完了以后 它把原来这个设备报告的状态 都转移走 也就关闭掉 因为它地址可以改 这样 所以任何一个设备 你再复杂 必须要通过一个叫做设备控制器 这样的一个东西 跟主机打交道 大家看到 陈导写的 设备控制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打交道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操作系统看到的这个设备 就是设备控制器 设备控制器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DMA DMA DMA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可以解放CPU的一个 内存储搬运的工具 待会我们后面再来讲 它是一个可以对存储 包括内存或者缓存你的东西 可以进行搬运的 这么一个小秘书 那么CPU对这个DMA进行控制的时候 它实际上控制的是谁 控制的是DMA的控制器 DMA的控制器 就是一个电子的器件 电子的器件 你存现在操作系统上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控制器 其他我可以不管 对吧 你方的圆的什么 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 对操作系统来讲 它并不关心 这样的一个设备控制器里头 通常情况下 它有这么三种类型的寄存器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我们现在的很多控制器 智能化程度很高 对吧 它本身有微程序 有微码 甚至有的很智能 对吧 那么我们就不去说它了 它至少都要有状态寄存器 命令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 那么如果说你是 比如说低速设备 高速设备配接的话 你还要有缓冲器 缓冲器就是什么 比较量比较大的 能存放数据的存储空间 我们到后头再来说 好 状态寄存器 命令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 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呢 当然它们的用途 来我们看一下 等一会 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呢 状态寄存器 它会把这个设备的当前状态 报告给主机 报告给CPU了 我现在是忙 我现在是空闲 对吧 或者我告诉主机说 我的数据的缓存里头 数据已经过半了 你赶紧来取 不取要溢出了 那么在网卡里头是很有用的 还有呢 其他的 对吧 其他的一些状态 状态表示我这个设备的 一个工作状态 允许不允许接收新的命令 等等 好 命令寄存器就跟我们处理器 CPU里头的这个 一码器就类似了 对吧 我发一个命令过去 当然这个命令可以是落干个字节 也可以是一个字节 放在这个寄存器里头 以实现某些操作 你比如说 一个窜口 我要对窜口进行 这个发送数据 那么在发送以前 我要告诉这个窜口 你波特律是多少 要不要既有脚印 起始位是多少 停止位是多少 这些东西都要通过命令寄存器 命令它 治好 然后最后我发一个发送的命令 然后就会把数据 计存器里的数据 以窜行的方式 从这个线路上就发出去 所以命令寄存器 它在计算机里头都是以这种 寄存器的形式来呈现 那么当我CPU要访问这个 或者我要给它置命令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这个设备的地址 对吧 有设备的地址 所以设备一定要有地址识别 前面都说了 一定要可以地址 可以备一码 那么 当然设备控制器 最重要的里头 你得要有数据 有些设备可以不要数据 比如说我们风鸣器 风鸣器就一开关 一开 响响响响响响 一关就不响 那么这个我可以不配数据 但我希望能够 风鸣器能周出月来 要发出不同频率 那你就得配不同的数据过去 那它就会可能发出不同的频率 对吧 所以这些设备的使用的方法 就是如果同学对硬件感兴趣的话 你这个就可以很容易去了解 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方法 它是设备控制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RO的控制方式 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设备控制器 那么设备控制器呢 通常情况下呢 是跟我们处理器 也就是主机是直接相连的 直接相连 我们到后头 讲到通道方式的时候呢 这个通道 通道也是个RO设备 对吧 通道控制器跟主机相连的时候 也一样 也要有一个门牌号 就是地址 有一个地址 所以所有的设备 在系统里头都应该有地址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如果你这个设备具有GX机用的功能 包括我们这个接的总线 USB也好PCR也好 有这个功能的话呢 你设备上去以后 它有一系列的配置 一系列的configure 那么通过这个过程以后呢 这个设备就会自动分配给你地址 自动分配给你 点媒 自动给你分配中段号 都在这里头 你需要的这些资源 链接的资源 都会给你配置好 都是在这个设备控制器里头配置 就是它的这个组成的结构